今天我们就是要聊这个Huruba Valley 那Huruba Valley很多人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 就是60号往东交15号公路附近 靠近Saint Bardino还有Israel 一个比较小的城市 也是比较新的城市 成立大概10年 蛮新的一个城市 那为这个城市在投资方面有什么吸引力 有房子大房子新然后价格流低 好的那今天你要分享一个实力 要不要我们先看一个图片 好的这张图片显示有三个价钱 可否解释一下 我们2017年58万买下这栋房子 4000多尺的房子 然后我们今年可以卖出去是72万 然后中间还有租金收 现在如果卖出去的话 我们就可以三年多挣15万 我想请问你这个房子在出租的过程中 每一个月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现金流 3700块一个月 租金 租金嘛那你要扣掉你的地税保险这些东西 对我们扣除所有的开销一年 还有7800块的收入 那看起来这个幸运的投资客赚了差不多15万 那可否聊一聊当时要投资胡如巴表里的思维是什么 为什么说这个就是一个好的投资地方 因为那边的城市 这个胡如巴表里不是很大 但是环境还是挺不错的 交通也方便 然后过去安塔流机场也只有10分钟多一点 然后那个附近那个公共测试也是已经比较成熟 所以我们买下这个房子 房子这么大 然后觉得升值的空间也很高 所以就把这个打击一下 所以你后来得到的利润 是不是当时你们投资的时候都已经预期到的 还是说比预期的还要高 比预期的高 OK 有人问个问题 我先把那个问题放在荧幕上 等一下 这个请问会租大麻屋的人 会拿假ID跟假设案号码 run credit也没有用 因为是假的 怎么预防 这个问题让我来回答好了 因为曾经以前我是个律师的时候 我曾经处理过很多这种大麻的案子 那这个人假如说拿的是假的ID 因为假的是案号码 你run credit的话也没有 因为全部是假的 其实这也是为什么你要做一个比较彻底的过滤 那你做完彻底的过滤 这包括了 没错 这个人假如说给的是ID是假的 所以你看ID的时候 那假如说他做得很像真的 那的确也是很难提法 那当然还要注意到其他的红旗 就是说这个人你要做背景调查 例如说你可以打电话给他现在的雇主网 或者是打电话给他前任的房东 还有其他的背后需要做的工作 好吧 这个东西的确是很难预防 但是你能够降低你的风险 好的感谢Gili 您请继续说 所以我觉得投资这个Blue Power Valley 还是有这个潜力在的 OK 那现在房价已经涨得好高了 那你对2021年 你还会鼓励客户到Huruba Valley去投资吗 会 因为现在4000多尺的房子 你才卖到70几万 这个还不到200块一尺的情况下 为什么不投资呢 我想问这些专家们 对于要在2021年买房子的买家 你会给他们什么样的建议 我的意见是 2021年想要投资的 是可以续续投资 不要等到那个银行屋之类的 那个时候你必须的用现金抢 也是把那个价格抢低 然后现在你只要的目标 就是投准那些价格比较低 面积大 那个城市环境好 学期不错的 好像我刚才讲的 Huruba Valley是一个不错的投资 因为现在目前来讲 那个价位还是很低的 所以你过着一两年之后 房价上涨的机会还是非常大 大家好 因为有一些朋友说想要那个投入高一点 那个性价比较高的 然后可以挣那个钱多一点呢 那我今天就多一下这个 140万然后赚140万 这个我先摆在荧幕上给大家看 OK 这个空地 等一下啊 应该看到了吧 对请说 请说 好 那个我们花140万 赚140万 可能大家有很多的朋友 也有兴趣投资这一个 我们是 但是时间比较长一点 因为我们是买一块空地建房子 那我们现在的那个 47万买一块空地 然后造价加起其他的费用 就是3万刚好140万 然后就是卖价 280万就赚140万 这个城市呢就在那个Plauvertis 我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城市 在哪里 嗯 嗯 你说在哪里 Lental Plauvertis Lental Plauvertis 哦Plauvertis那头对 嗯嗯 RPV 这个是高中的城市 然后那个人收入比较高 平均收入可能要到 113万以上 所以那个房子 你在那边想要买房子 在100万以下的房子 你基本上买不到 嗯 嗯 这个听起来这个 这个空地 而且回报又这么高 这个现在空地抢手吗 嗯 空地啊 没那个房子抢手 问题是你想要抢房子不容易 我们两年前在那边买旧房 翻新每一栋房子那个利润都超过30万 但是现在不行了 没那么高的利润 因为现在每一栋房子都超过100万 所以在那边城市高端 你买地盖房子 绝对是赚钱 但是你要花时间 那个投入比较多一点 这个地是深地吗 已经有那个接通水电煤气了吗 嗯 没有接通 在旁边是有那个房子 所以你接进去不难 很容易 地很大 2万处地 然后还可以 盖起来房子 盖四天堂的房子 还可以看到远景 房子在那边 新房子那个卖进了 可抢手了 嗯 我现在给出来的 那个利润是比较保守的 在那边那个城市 你那个 买价最低吧 都有600块一尺 嗯 新房子 会超过700块一尺 你这块地够平吗 有 有一点点坡地 就是这个 不是很坡 很陡的坡 一点点 所以 坡地才有圆景 平地基本上不会有圆景 哦 没错了 才有景观嘛 这个下一个物业 下一个物业是那个 售价257万5的那个 可否介绍一下 对 对 对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 就是对比一下 现在一个4000尺的房子 是一个比较新的 不是没有新装修 它的卖价是 600多块一尺 然后4000尺可以卖到 250多万 如果是全新的房子 其实你卖到300万是很容易的事情 是在什么城市啊 也是在个RPV 也在Rancho Park Los Verdes 哦 对 所以在这个城市投资过 这个房子在市场上多久 这个已经卖掉了 卖掉了 是投资客吗 还是自住啊 那个应该是自住 现在是抢房时代 那在抢房方面 请问专家们 给买家的建议是什么 我们现在在这么强的对手 多的强的对手之中 想要抢房子不容易 现在那个大概 70万左右的房子最难抢 如果更低一家的就更难抢了 那我的建议是一定要快 一定要狠才能抢到房子 其中的我们移动了抢的就是 Karen大哥的 他也给了我们这么一个机会 所以我们就抢到了 那我们那天就是要去看 看完了一个小时以后 我们就出offer了 然后另外有那个康超宝我们也很快就回了 然后我们就是很 我们这个买家也是非常的听话 然后就是他说他一定要买到自住房子 然后我们大家就是配合 然后我们就可以想到 然后我问一下 他是买来自住还是投资的 投资 对啊 因为我的理解是 你代表的买家大多数都是买房投资的 对了 有10个可能有7个都是投资的 那这个比例上还是挺多的呀 那证明什么呢 对 人人都要找你做投资的代理啊 对对 然后我们抢房子也抢得比较顺 抢得投过血流 不用不用 我们通常我们会根据 不管是不一定是根据我们自己的情况 我们买家当然要是看自己的直接情况去出价 但是我们还要了解对方那个卖家的需求 然后有不一定说好像Karen大哥说的 不一定是现金就能抢的 我们就是刚刚买完了一栋房子 现金不够我们抢 因为卖房的人不要马上卖出去 他要时间 所以他还给了我们两个月的时间 那刚好真正我们就是也有这个需求 我们两个月我们贷款嘛 贷款两个月给我们更好 然后有一些那个现金的 他们很快14天 但是他14天他搬不走 那个对他来讲是一个难题 所以他请要卖给我们 慢慢的跟我们两个月时间更好 所以我们还可以比别人低2万块 我们都可以买到 有些时候这个卖家卖给投资客呢 有一个优势是投资客可以等啊 有些买自住的不能等啊 对吗 是 是 然后我们还有一栋很搞笑的 我们也抢到了 现在很快就扣住 然后他开价69万 我们可以66万5斤可以买到 为什么呢 因为他那个房子那里面的家地他都不要 然后呢他要那个经济帮他处理 他这个人已经没有在美国 然后呢那个经济就给了我们 然后我们就他刚上市第一天我们就看了 然后我们就很快避他一个offer 然后估计他没进几个offer 然后我们就决定了 我们马上把他那个房子租下来 先住在里面 就没有人看房子了 然后这个所有街地我们也买了 所以我们比别人 如果有人来抢的时候呢 都已经抢不到了 哦 所以有时候我们是还要根据那个卖家的需求 我们是想要买这个房子 就算我们租两个月也就是几千块 但是我们就是还可以把这个价格压 压到价条三万 OK 你最近好像在两个星期之内 好像关闭了五六个啊 那是怎么回事啊 这个因为客人也是比较信任 我觉得我是能帮到他们 我对每一个客人都是用心服务 我都是当时我自己买房子这样子来做 你可以点击以下的链接去看下一集 下回见 fol周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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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 作给吧 蒸 桐 就是 好吧